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夏来临 江南也即将迎来温热潮湿的梅雨季节 这一天下午 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在杭州萧山的郊外 偶然捡到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陶片 还没有想到 这个无意中的发现 竟然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时代的时光之门 在泥土下埋藏了八千年之久的秘密 即将被揭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0年5月30日 星期天 正在上初中的郑苗来到浙江杭州萧山的一个砖瓦场里游玩 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这个孩子发现了一些 看上去非同寻常的东西 我记得星期天我在做作业 只捡到一些射鼠 射球 那还有那个射箭头 动物的像雾脚啊这东西 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 文讯立刻赶到了现场 在这个毫不起眼的砖瓦场里 他们果真见到了令人兴奋的文物 到了现场一看的就是 有很多很多史前文物 散落一顶 一片狼藉 那么其中远处看过去呢 还有一个文化城堆积的泡面 大约有30米左右 那么我们当时判定它是一个史前遗址 发现文物的地点 是一家砖瓦场的取土现场 这里的土质细腻且具有粘性 是制作砖瓦的优质原料 在人们取土作业的铺面上 可以明显地看到年代久远的文化层堆积 专家们很快就找到了黑桃片 瘦骨入角和木器残剑等文物 这些文物的出现意味着这里是一处史前遗址 因为现场位于一个名叫跨湖桥的自然村落里 所以人们将这里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让专家们感到担忧的是 跨湖桥遗址的周围 到处都是工人们取土烧至砖瓦所留下的土坑 已经极大的破坏了遗址的全貌 在这些土层之下 究竟还保留着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 带着这个疑问 1990年10月 考古人员开始了正式的抢救性发掘 紧张的发掘工作整整持续了两个月 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 一共出土了130多件文物 淘气 石器 木器 和骨器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在跨湖桥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彩色的陶片 大多带有菱形交叉的往式绳纹 有的彩陶片甚至带有太阳纹饰 图案造型奇特 深入精美 而这些彩陶片的发现 意味着 跨湖桥不是一处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 它很可能改写人们对中国史前文明的认知 史前遗址 通常是指距今四五千年到一万多年之前的古代文化遗迹 那个时期 那个时期人类还没有发明出成熟的文字 考古现场所发掘出的文物 几乎成为今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唯一线索 这些文物大多是一些用石块 陶土 骨头 木材和金属所加工出的生产生活用具 在这其中 彩陶显得十分特别 彩陶是指古人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的陶坯上 以天然的矿物质颜料描绘花纹和图案 然后入窑烧制而成的陶器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制度技术 它成为人们了解当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性参考物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 彩陶就是代表史前遗址的一张重要的身份名片 浙江所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彩陶的出土较少 在此之前 在浙江和姆渡史前遗址中仅仅发现了三片彩陶 将跨湖桥和和姆渡出土的彩陶片加以对比 二者的精美和复杂程度不相上下 而和姆渡是举世文明的一处中国史前文化遗址 这是否意味着位于萧山的跨湖桥也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带着这个疑问 人们将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四个有机物样本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碳14年代检测 在等待结果的同时 专家对跨湖桥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陶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从外观上看它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精 而且胎片又比较薄 所以这种现象上看它很先进 这是一种 第二个就是说从造型上讲 就文化特征上讲差异也很大 和姆渡有的机型这没有 这有的机型和姆渡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两种文化的一种不同的现象 从外观气形和质地上判断 跨湖桥出土的陶器显然要比和姆渡的更加成熟 相对应的年代也应该更晚一些 因为和姆渡史前文化遗址距今大约在七千年左右 所以人们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 跨湖桥的年代应该在距今七千年之后 1991年春天 在等待了半年之后 碳14检测报告正式公布 然而它让所有期待的人们都感到大吃一惊 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跨湖桥什么之类的 它就送了普通的一个样品叫我们车 当时我记得是八千年左右 后来据我所知 那个他们认为呢 就说这个年代可能会偏老 他们有点疑问 碳14检测清楚地表明 跨湖桥遗址距今的年代大约为八千年左右 这个结果与人们之前认为的距今七千年左右是矛盾的 专家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惑 长久以来 人们认为在七千年之前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存在着以和姆渡 马家邦和梁祖三处为代表的史前文化 他们在历史中演变 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一道 共同汇集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 现在跨湖桥的横空出世成为这条历史长河一个矛盾而迷惑的节点 从出土文物上来看 跨湖桥应该是和姆渡 马家邦和梁祖文化的继承者 但是从碳14的检测结果来看 跨湖桥又应该是他们的祖先 到底哪一个结论是正确的呢 在围绕跨湖桥遗址年代而产生的争论中 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跨湖桥史前遗址是否与长江中游的史前遗址存在关联 换句话说 跨湖桥的源头与后来同在浙江地区的和姆渡 马家邦和梁祖文化没有太多的联系 它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迁徙而来 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这个设想虽然能很好地解释跨湖桥的独特之处 但是却缺乏缜密而有力的证据 于是乎有人认为 也许是碳14检测的结果出现了偏差 1997年 跨湖桥考古报告正式发表 年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大多不认可跨湖桥遗址 距今八千年左右的结论 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非但没有清晰 反而更加迷惑了 十年之后 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丝意外的转机 2000年的秋天 浙江省考古所研究员蒋乐平 带领着一支考古调查队来到了萧山 他的目的是 对这一带浦阳江流域的史前遗址 进行专题调查 萧山博物馆馆长施家农文讯赶来 他向蒋乐平提出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建议 浦阳江流域从上游一直调查到下游 就是我们萧山 浦阳江后来跟前浦江交会的嘛 所以我当时跟王一峰两个人商量 就说蒋先生来萧山调查的话 一定要请他到跨湖桥 发掘过的附近再去做调查 蒋乐平的专业领域正是以和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研究 他对围绕跨湖桥遗址而产生的年代争论 也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施家农的热情邀请正好与蒋乐平不谋而合 就这样带着期待与激动 考古队员们再一次来到了跨湖桥 现场的状况却给人们迎面浇下一盆冷水 十年的时间里跨湖桥地区一直没有停止过 举土烧制砖码的生产活动 不要说是初来乍到的蒋乐平 就连参与当年发掘的施家农 一时间也感到十分茫然 到了现场以后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移植成不存在 当时一片繁忙的工地 到处都是炸土机 这座小火车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砖瓦场 非常繁忙 这个非常有十万十六万 后来我们量了一下十六万平方米的一个大坑 可以积极实实地把这个移植已经破坏了 经过挖坑取土的破坏 当年发掘的位置已经无法确定 该从哪里下手呢 经过初步的调查和判断 考古队决定在一处巨大的取土坑的东南角进行尝试性发掘 结果却一无所获 时间已经接近2000年的年末 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 在一位参加过第一次发掘的民工的指引下 考古队员调整了发掘的工作区域 终于在取土坑的东面 发现了厚达一米左右的文化层堆积迹象 就在这时 蒋乐平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发现文化层堆积迹迹象的区域已经被砖瓦厂列入到下一步的取土计划里 为了保护这处遗址 蒋乐平和施加农立刻与砖厂进行交涉 要求厂方马上停工 砖瓦的取土对移植的破坏非常大 那么作为我上任的 我一个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把这个砖瓦厂停掉 那么应该讲 在市委区政府的支持下 在多方的独立下 就很顺利地把一些砖瓦厂停掉 2001年5月 在这处新发现的区域内 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 正式开始 考古队员们划定了十米乘十米的五个探方进行发掘 一个多月下来 队员们见到的只有厚厚的淤泥 江南的盛夏即将到来 按照考古工作的惯例 炎热的夏天是不适宜进行野外发掘工作的 闷热的气候会影响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工作效率 频繁的降雨也会对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造成隐患 工作探方内 工作探方内人们仍然毫无收获 所有工地都要停止 然后回去野外工作就停止 因为天太热 那么我跟他们领导商量 我说这个已经挖到这个时候 希望能够突破床备 那么蒋老平领队他也是希望继续做下去 因为我们调查已经发现过了 不能再停掉 反复斟酌之后 蒋乐平和施嘉能决定打破惯例 将考古工作再延长几天 成败与否就看着最后的一波了 几天之后 考古队员终于在工作区域内有了重大的收获 他们不但发现了史前的文化遗迹 而且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物 数量之多 种类之凡 令现场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这些大面积分布在遗址中的植物样本 是橡子壳 橡子是橡树的果实 形状长得像残碱 含有丰富的淀粉 可以供人们食用 遗址中出土的橡子壳 可以明显地看出 是人们食用橡子后所丢弃的 有趣的是 在橡子壳的附近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残破的编织品 像是用来盛放东西用的 这件物品带有编轨 工艺水准已经相当成熟了 跨湖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史前磨制石器 这些石器的加工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在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之后 学者们惊讶地发现 在一些石器的表面 磨制的痕迹超过了石器的极限 这种特征意味着 这些石器不是单纯用手工磨制出来的 画湖桥的古人们一定拥有了一种特殊而先进的工具 遗址中出土的这块奇怪的石头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根据这块石头的独特形状 人们用陶泥加以复原 制作出一个类似于石墨的圆盘 将它放在木制的架子上转动起来 一个古老的墨床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画湖桥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石器 正是这样被加工出来的 这是一张古人用来狩猎的工 残余的长度为一百二十一厘米 工的横截面为扁圆形 宽约三点三厘米 厚二点二厘米 材质为桑树的木头 工的一部分部位有用树皮捆搭的痕迹 但是树皮的质地一时无法考证 和这把工一起出土的 还有这只用骨头做成的哨子 也许在几千年前 生活在跨湖桥地区的古人们 在用弓箭狩猎的过程中 正是通过这只古哨来协调步伐 统一行动的 巷子壳 木制成器 工和鼓哨 似乎都在向我们描绘着 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产方式的 史前生活场景 但是眼前的这些动物的遗骸却又揭示出了截然不同的远古信息 经过辨认 经过辨认 这些动物遗骸包括鹿 猪 牛 狗 蛮 老鹰 啤湖 甚至包括了水中的鳄鱼和铜类 似乎都是古人狩猎的收复 但是在猪和牛的头骨和牙齿上 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迹象 它就开始 因为它这个功能开始减弱了 少用了 所以它的头骨就开始变短了 它不是同比例的变 就是牙齿是保持遗传特征最稳定的 所以就是死槽开始变小了 牙齿并没有变小 如果变得慢的话 那么表现出来的比较典型的特征 就是牙齿整个牛群 猪和牛的头骨变小 变化最慢的牙齿 在变小的牙草骨内生长 受到阻碍 从而发生了变形 这个现象类似于人类长智齿 因为食物的改变和精细化 我们不再需要强大的咀嚼功能 退化变小的牙床 和仍然会长出的智齿相冲突 就给人类带来了折磨与疼痛 跨胡桥这些变形磨损的猪和牛的牙齿 就像我们的智齿一样 说明当时这些动物的食物结构 发生了改变 而改变的原因就是 这些猪和牛是被人类饲养的 饲养动物 说明跨胡桥地区的古人们 已经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这种生活生产方式 要领先于单纯的采集狩猎 果不其然 考古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了史前建筑物的遗迹 从现场发现的遗迹来看 当年的跨胡桥一定存在过木制的地面建筑 在木制结构遗迹的周围地面上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的有机物堆积 这说明跨胡桥的古人们是居住在一种叫做甘蓝的建筑物中 这种建筑下层用来丢弃垃圾或是饲养家处 居民生活在上层建筑中 同时可以避免潮湿环境的影响 在和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中 就曾经多次发现过这种甘蓝式建筑的遗迹 先进的狩猎工具 饲养的猪和牛 用作居住的甘蓝式建筑 跨胡桥的这些发现 让人们逐渐认识到 这里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遗址 甚至与著名的和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不相上下 但是接下来的研究结果更是让专家们大吃一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第二次发掘工作中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残片 经过修复 一共有150多件陶器 较为完整的出现在人们眼前 这些陶器造型丰富 种类繁多 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量 还有一些黑皮陶呢 光亮如漆 新出土的时候就像油漆刚刷上去一样 发亮 从类型上看 跨胡桥出土的陶器 大致分为 斧、灌、波、斗、增几种 但是在具体形态上的变化却非常多 比如波形斧 蝙蝠双耳罐 中型波 和双腹豆 这件圆形斧的底部 均匀的早有数量不等的圆孔 这样燃烧时产生的蒸汽 可以通过这些圆孔 快速地将食物加热蒸熟 也许 这就是我们祖先使用的最早的蒸锅 除了造型的变化多端 最让人们惊奇的还是出土的彩陶 虽然在精伟度上 没有超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 但是第二次出土彩陶的数量非常多 结合陶器的造型 反而可以得出更加清晰的认识 跨胡桥出土的彩陶 大多分为厚彩与薄彩两种 分布于均匀细腻的陶衣裳 薄彩一般建于圈足盘的内壁 有红黄黑多种颜色 以从口颜向内垂挂的环带纹 半月纹最为普遍 一些双腹盘从口颜到底心 图案变化丰富 十分讲究 这类彩陶器 似乎已经具备了充韧礼器 忌器的基本特征 应当不再是生活中的实用器皿 更令人惊讶的是 在一件外红内黑的陶器的口颜部位 考古人员发现了使用粘合剂进行修补的痕迹 粘合剂呈现出暗黄色 用料成分目前还是一个谜 在彩陶器中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频繁出现种类复杂的文式 它们包括粗格菱形纹 蓝纹 碧纹 支甲纹 戳印纹 以及弓字 补字 三角形 方形 圆形 我们发现跨佛桥的彩陶里面 最多的一种文式就是一种太阳文 有一个小片是非常明显的光芒失色的一个太阳 那么有一件这个罐 大罐的肩部 就是有四个像鞠子形一样 它也是一种太阳 就是对太阳的崇拜 这是在当时跨佛桥人当中 肯定是非常重要 太阳是他们的一种图腾 除了淘气 在跨湖桥出土的木锥和路角上 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奇特的刻画符号 这些文式和符号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含义 这个疑问困扰着施加农 在对这些文式和符号进行研究时 他有了一个意外的重大发现 在一件黑光淘气上 施加农注意到了灌口的七条环状平行弦纹 这些弦纹十分平直整齐 如果单纯用手工是难以画出的 这意味着当时生活在跨湖桥的古人 已经掌握了一项先进的淘气生产工艺 如果纯粹用手工给它画出来的话 肯定有扭曲曲的一种痕迹 第二个就是它很多器物的口颜 还有一个口颜的臂厚薄非常均匀 手工捏不出来的 再一个就是它一些圆形器的圆度非常好 你只我判断这个 应该是有蔓延修整技术 在跨湖桥已经出现了 蔓延制陶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制陶工艺 今天在一些相对边缘的地区 还保留着这种手工艺 制陶者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 用一只手转动转盘 另一只手用工具修整胎体 并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 这种现在看来十分古老的记忆 在数千年前却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之一 而世界上已发现最早的蔓延制陶工具 是距今六千多年的西亚两河文明遗址中 如果在跨湖桥能够找到曼轮制陶的食物工具作为证据 并且能够确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是距今八千年前 那么这个发现将改写已知的人类史前文明秘识 小心翼翼的发掘 细致耐心的寻找 厚厚的淤泥之中 一个毫无其眼的木质锥撞物体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经过仔细研究 这正是施加农七代中的重要证据 一个曼轮制陶工艺中使用的木质陶轮底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1年的秋天 在浙江萧山博物馆的房间内 对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巷子壳 工与鼓哨 蕴含着古人跋涉狩猎的荣物 猪牛变形的牙齿和木质建筑的遗存 记录了古人定居生活的安详与富足 而精美的彩淘文士 造型众多的淘气和曼轮制陶工具 又揭示出跨湖桥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 这些发现都意味着跨湖桥遗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属性 但是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跨湖桥史前遗址究竟是什么年代的呢 它到底有多早 跨湖桥第一次发掘之后的有机物碳14检测 得出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左右 第二次的发掘为碳14检测提供了更多的有机物样本 人们再次将样本送到了北京大学的实验室 经过检测和修正得出的结论是 距今8000到7200年左右 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打破了和姆渡遗址 距今7000年的年代上限 人们对年代的争论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跨湖桥确实是一个距今8000年左右的史前遗址 丰富的考古发现和惊人的时间跨度 跨湖桥史前遗址成为了2001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从制陶技术、彩陶风格和器物形态多个方面来分析 跨湖桥遗址不同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和姆渡、马加邦和两主三个史前文化 厚厚的淤泥之下 掩藏着一个8000年之久的神秘史前部落 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其实才刚刚开始 2002年10月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 蒋乐平率领考古队第三次来到跨湖桥地区 这一次他们决心要彻底揭开埋藏在脚下的史前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